出门还是带电磁炉方便 炒菜比我们的小铁锅要好多 一般什么锅都可以用 这是买的那条大鸡 我第一次吃这么大的鸡 第一次见这么大鸡 好神奇啊 切成两段了 这样做 进去吧 不能不粘锅吃什么 煎个鱼啥的它没事 鸡鱼必须这样煎一下 不然和它出外汤 哎呀 看到一个错误 轻线没有拔 哈哈哈 你才做鲤鱼都搞形线 这个忘了 这么大的鱼应该也有形线 行 我的鲤鱼 我来自然把鱼都搞得很快 它要刘下 我们去换一下 满满的一锅 这个其实就是云南做法 放了点花椒 放了点大料 放点辣椒 好了 盖上盖 炖吧 哇 太香了 还没喝呢 这个香味飘出来 口水流出来了 太美了 太美了 长豆腐 哇 这肉太棒了 哎呀 可以肯定 这是百分之百的野生鱼 太香了 这鱼肉 这鱼籽也好吃 嗯 看着这个大石头山旁边是溪流 真美呀 这么大的鲫鱼 我第一次吃 它这个肉啊 肉这个非常碾牙 比那个我在云南吃的那个建湖的鱼还好吃 这也是高海拔的 但是北方 而且大大 特别香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没有几乎没什么小刺 小刺很少 多伦湖的野生鲫鱼 见识了 谢谢观看